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在是脚踝伤病对他影响太大了 常规赛他就因脚踝扭伤而休息过一段时间 但为了总冠军 他放弃了手术 选择上场拼搏 结果在第三节最后时刻 孙童林在一次传球后 不慎踩到广东队周鹏的脚上 再次扭到了右脚踝 虽然暂时还不知道具体伤情 但如果因此而旧伤复发 那孙童林就没法出战了 费尔德虽然被广东打爆 但至少还可以用亚当斯替换 而孙童林伤了就真的没人可患了 他的侧印也是串联盘和新疆的原因之一 其他内线球员真没他这本事 好了 本期的赛事穿内容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